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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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于炫耀自己的鸽子蛋 暗自较劲 不想在一身行头上落后他人 久而久之 人们早已把明星和奢侈品画上了等号 王力宏这类青流 反而成了异类 其实 不是每个明星都把衣服穿一次就扔倒 人生克里斯 别看他一年挣几十个亿 哥之窝早就两袖清风 男神斗森 裤子穿到魔魄 一双Equitalia奥纸出街板脚上通到一条龙 三年了还舍不得缓 还有一双棕色的靴子 穿了六年 也许这两双鞋他能穿上一辈子 连续几年在香港明星中 收入第一的骨骗了 却您用的还是八年前 1200元的华盖手机 身价61的周润发 为了不浪费 捡别人的上饭吃 甚至去路边小摊 买50元 一双的人自通穿上就走 所以节俭 是因为贫穷吗 这些家财万贯的明星 显然给出了否定意见 香港富豪李嘉诚 也曾把衣服鞋子穿上十年 眼镜 手表都十年不换 霸当女总裁董明珠 为了省钱自己带点蛤蜊 毫无负担的独自乘坐 火车硬坐 请王力宏代言了20年的那个汪哈哈 董事长宗庆后用千元姬 穿19.5元的内衣却笑着说 穿过身上 人家就以为是上千的 底气不足者人靠衣装 真正的富人早已把物质看淡 接俭从不是因为贫穷 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习惯 富豪不在乎衣装 尚能理解 但明星 要得救 是华丽的门面 这份不在乎显得尤为可贵 他们虽然不在乎时穿用度 在真正拥挨的事物上 却能一致千金 王力宏过33岁生日 才一咬牙 买了量价值1万块的二手车 这位录音是配置最高端的设备 买最好的乐器 为了做出好音乐 一致千金 古天乐 逛平民店 卖200块的打遮蔽库 但是他有57个1比1 地等身超级英雄手办 甚至为了他们建别墅来安置 大多数人奋斗的动力 不正是面对所爱之物时 不必为无法拥有而遗憾吗 周门发平日出行都搭地铁 却收藏了6辆古董名车 奔驰 劳斯莱斯幻影 爱上摄影后又收藏了一堆古董相机 一个来卡相机就要13万 他早已不再追逐金钱 转弯追逐心灵的富足 精神的富有 才是真正的富有 他们不在乎穿什么 用什么 是不在乎众人的眼光和评价 把钱用在真正热爱的事物上 让爱好自养心甜 自会有一番自如法脱的精神 他们不舍得为自己花钱 却把拼搏数十年挣来的钱 大义无私地送给了需要的人 王力宏拿出90%的收入做慈善 朱养了22个孩子 汶川地震一斤 就是300万新台币 还用100万知识孤残儿童项目 甚至在四川捐建了学校 他用音乐 用影响力做工艺 从来不是为了名声 荣誉 他认为 这是一个公众人物 应当眼力所能及知识 古天乐成立了慈善基金 会在贫困山区 原建105所希望小学 是把建医疗所 750口水浆 和一座水利工程 为孩子送一份食物 一件新衣是爱心 为孩子建一所学校 是改变其命运的慈善 所以古天乐从不拒绝拍烂片 他不拍 烂片还是会在 他拍了 片酬变成了学校和医院 不能以艺术回馈社会 就用踏踏实实的爱吧 周伦巴更是拿出99%的财产 整整56亿港元 全部落针给慈善机构 别的明星深陷堪欲 卖豪宅豪车珠宝 说持品的时候 他想做的是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钱 够用就好 多的只是我暂时保管 终该回奔社会 对自己抠门 对他人和社会却大方 袜子穿破洞 鞋子穿十年不是邋遢 而是他们谦卑 知足 抢怀慈爱 抢怀感恩 想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把钱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足够优秀的人 不必无知加深来标榜自己 心灵富足的人 不必急进装饰来彰显贵气 真正的富有 无关金钱 有关灵魂 B&B 本文图片 原自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失职 无授权图片的同学会被举报的我 云 瓶